关于我上海家里12月份电费翻5倍的事情 很多人说我是电力公司的 说我不要再洗白了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我分享什么东西 大家就说我是干嘛的呢 比如说我之前买房子 大家说我是中介 我分享落户 然后很多人说是落户机构的 起了怪了 我就这么容易让大家质疑吗 还是说我讲的太专业了怎么样 大家只要点开我视频多看一会儿 或者翻到我主页里面 大家就知道 我这人还是非常实在的 而且我昨天讲的那个电费的内容 其实我自己家也深受其害 对吧 我也是真真实实的支付出去的 对吧 其实我主要是给大家一些思路 去分析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账单能有这么多 是不是有可能没有算错 或者说如果有算错的话 大家可以再找其他办法去解决 比如说你直接去找电力公司 去问问他们到底发生了啥事 或者你们自己看一下 你们的电表是不是被别人换了 或者是接错了线 你是帮别人支付了 对吧 就是分析一下找到原因 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结果以后 电费好高了 我们就在那里骂人 然后很多朋友也留言 说自己不知道自己家的12月份用的多少电 我之前也不知道 但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 有网友推荐 说有个APP叫做网上国网的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里面关于电费账单几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 可以看到每个月的用电量 以及每天的用电量 同时也可以分析你的风时和风骨 这样的话 大家应该就能找到问题 对吧 你反正每天的电量 以及风时风骨 每月的电量 以及累积的电量 都能看得清楚 自己的就能发生问题 然后其实我前两年 看到一个博主 他说他们家12月份 是3000多块电量 他自己算了一下 他发现是2000多 而且他把每个电器的功率 算了一下 他觉得他常打开的那些电器 算下来 一个月就2000多 还有800多怎么办 然后他自己去排查了 家里面的每一个电器 发现有一个电器 就地角线吧 一直开着没有关 所以算下来的话 3000多是对的 但是我也这里不敢保证 大家的电费 1000多或者几千多 是正确的 有可能真正有错误 所以大家自己去核查一下 自己去看一下用电量 看一下家里的电器 然后有些电器 我不太懂 有些人这样说的 说你在网上买到电器 它的瓦数 有可能不是你真实 使用的瓦数的那个情况 有可能会偏高 或者偏低的 所以你最好是看 电表的读速 会比较准确一点点 大家去分析一下 这样的话 如果真正有问题 就是我前面说的 你去电力公司 去告诉他们 你把你的视频 或者你的数据 给到他们看 你说算错了 让他重新帮你去评估一下 最终如果能解决问题 是最好的 好不好 我也是相当于 给大家分享一种方法 然后分享一种工具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我还是前面说了一下 确确实实 2022年 以及前面几年 都是比较辛苦的 希望2023年 大家能够赚更多钱 开开心心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对我有更多的真诚 好不好 我是雨晨 关注我们下个视频见